第三十九四十题,做两题的这个 我看到图标1EQ 黏任,做些Test 技术 今次是Test,4元 留意几样东西,第一,一开始本身的EQ 黏任就是12元,500件 接着每格每一个interview是1元,今次Test了4元,就是用4格 Stop Google整天以为我叫他 好,这些做法首先就是,抄了这个Supply 300,400,500,600,700,800 好了,然后就盖了这个Supply 盖了原本的Supply,但是呢 盖的时候,同时当然要移动Test Test是Test了4格,即是贵4元,向贵那边移,越落越贵,即是 300个本身对着,移1格,移2格,移3格,移4格 所以呢,那张纸大概就会变成这样 有点深色一点 会去了这里 那张纸就会去这里了 又不行了,又不行了 然后又过来,那些数字呢,因为你抄了那张纸 所以就应该会显示出来就是这样的 第一格就变成300 第二格就400 第三格就500 600 700 800 搬了下来,向下移座 好,那找到新的EQ,对方的demand就在这里了,300 300件14元 好,那价钱呢,P就升了2元 那这2元呢 价钱升了2元就是buyer 那总共的Tex就是4元嘛 价钱升了2元,那就是2元在seller那里啦 OK,这样就分开了些东西了,整个同标就做了提策了 好,那他就说Tex Revenue有2000元,是不是呢? 那我们知道新的Q是14件 每件收4元税 OK 14件,不是14件14元 三百的每件收4元税,没来差太远的,3,4,12就1200元,那这个就不对了 好,新的Sales Revenue就会drop by,跌了1800元,那新的 究底是多少呢?究底就是12500,这个Original的 Total Sales Revenue 等于 6000,那新的呢 就是14元 然后就是300件 总共呢 0,0,0,3,4,1,12 3,1,0,3,4,2 中间的差就是1800,跌了1800,这个没那么快的答案 好,C了,Demind Group X是In Elastic的,这个我们不 看看,我们就看看就知道了,算一下就知道了 P升 Total Revenue跌 那就是 14,22到14嘛 P升Total Revenue跌了 那就是这个呢 是Elastic,就不是In Elastic 有反应嘛,一加价你走贵了,就赚不到你钱,就赚少了Total Revenue下降 D了,Total Sales Revenue 然后呢 of the substitution Good X 就会drop的 Good X 会demand substitutes 我们的数量减少了,Q少了,不买A买B B那边应该是Demand增加 Demand增加幅图呢,Supply不变 Demand增加,Total Revenue就会升 啊,P升T